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春天来了,这个季节是补钙的好时机。 缺钙缺铁评的朋友们,这个视频大家现在看完, 给大家分享一道既补心,又补钙, 又能够强壮身体,增强钙具的食疗药膳美食。 经常用菠菜这样吃,可以强壮骨落, 增加钙质,降低糖尿病,降低血压, 使我们三高平稳,吃得香,睡得好,身体棒。 整个人气色非常的不错,越火越年轻。 我们先来准备一把新鲜的菠菜摘一摘。 菠菜准备300克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了。 菠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钙、磷、铁、 膳食纤维、维生素。 营养价值很高大, 一场生活中要多吃一些菠菜。 我们把准备好的菠菜放入大锅里面, 这样方便清洗大,菠菜比较多。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不停地抓拌一抓拌, 菠菜的泥土是比较多的。 多抓拌一会儿,清洗干净。 清洗出菜的时候,尽量加入一勺湿盐洗。 湿盐可以加量的沙菌消毒, 干净得比较干净的。 抓洗好之后, 我们再换两边清水, 多淘洗淘洗, 这样没有任何的渣子, 没有泥土。 洗好的菠菜空水捞出来, 切成小段, 这样方便食用的。 菠菜段大小适中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的讲究的。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大碗中备用。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 要多来一些, 让盖子把水煮开。 下面准备配菜, 胡萝卜刮去外皮。 胡萝卜的口感非常的不错的, 清脆爽口, 越吃越香。 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蛋白质, 营养丰富。 我们把切好的胡萝卜放入盘中。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来一勺油。 用铲子搅拌均匀。 我们把胡萝卜丝倒入锅中, 焯水两分钟断生就可以了, 焯水时间不要太长了。 加入食盐可以入个底味。 加入油, 可以使蔬菜根茎的翠绿鲜亮 特别的好看的, 不发黑, 不变色。 焯好水之后就可以空水捞出来了。 我们再把菠菜倒入锅里面焯水两分钟。 菠菜含有草酸, 吃的时候一定要焯水的, 这样能够去除草酸, 吃得更健康。 菠菜是特别嫩的, 焯水时间不能太长了, 两分钟就可以。 如果焯的时间比较长, 营养会流失的, 口感也不是很好。 用漏勺空水捞出来, 水分尽量控得干一些, 放入胡萝卜的碗中。 小碗中打入鸡蛋。 鸡蛋我准备了三颗, 需量就可以了。 用筷子把蛋黄戳破, 然后再把鸡蛋打散, 中文地混合到一起, 多打一会儿。 然后再把鸡蛋液 缓慢地倒入菠菜里面。 加入一勺糯米粉。 加入糯米粉可以增加粘性。 再来一勺面粉。 加入面粉是来口感特别的筋道, 很好吃的。 QQ弹弹的。 用筷子搅拌搅拌。 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成特别的粘稠就可以了。 如果是比较细腻的话, 再来一些面粉。 面粉少量多次的加入, 可以更好地把握住面粉的量的。 一定不要把面粉全部加进去, 不好把握住量。 搅拌成像我这样, 看起来特别的粘稠就可以了。 一定要粘稠一些。 下面我们开始调味儿, 加入一勺盐。 再来一点味精。 少许的生抽。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充分地搅拌到一起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两张豆皮。 豆皮选择大一点的豆皮, 更好操作。 我们加入温水浸泡一会儿, 去除豆腥味。 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就没有豆腥味儿了, 吃起来比较好吃的。 空水捞出来。 空水捞出来。 豆皮放到安满上面, 铺平整。 再把调好的菠菜糊糊, 倒入豆皮的上面。 再用铲子慢慢地摊均匀, 摊平整, 尽量摊得薄一些。 两边不需要放上桌的鲜料打, 留一些缝隙。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大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从一头慢慢地卷起来, 一定要卷紧实的, 这样不会松散, 却来更有弹性, 特别的好吃。 损的时候经常捡得紧实一些, 这样成品更好看, 口感起来更筋道, 特别的嫩, QQ弹弹的, 非常的香。 这一根是比较长的, 我们要用刀对半切开, 这样比较好蒸的, 因为刚才太大了, 不方便蒸。 提前烧开一锅水, 放入锅里面, 盖上盖子, 中小火焖蒸10分钟就可以啦, 时间不需要太长, 时间长了, 非常的硬, 不好吃。 如果时间蒸的不够, 也不行, 不熟的, 只需要蒸10分钟即可, 我们可以计时。 蒸的时候我们准备一个料汁, 加入一勺蒜末, 辣椒面一勺, 如果不如它的朋友们就不要放辣椒面啦, 白芝麻,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儿, 再来一勺盐, 味精, 白糖, 蚝油, 生抽, 再来一勺橙醋, 香油, 鹅勺子搅拌搅拌,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啦。 这个料汁真的是特别的香, 无论是蘸水饺, 蘸馒头, 都比较美味, 不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蒸好啦。 我们改刀, 像是小块儿方便食用。 尽量切的宽一些, 这样不会松散。 全部切好之后, 摆入盘中, 尽量摆得漂亮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呢? 颜值很高, 色彩斑斓的, 看着幻想就比较有食欲的。 摆上调好的辣椒油吃, 味道更香, 更鲜, 更好吃。 酸酸的, 辣辣的, 咬上一口, 鲜香入味, 别提多好吃啦, 真的是超级的美味。 菠菜这样做, 既能够补钙, 又能够补铁, 还能够增加盖质, 防止骨质瘦中流失,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 强壮骨落, 增加抵抗能力。 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的食物, 做法也比较简单啦, 低脂, 低热量, 低脂肪, 比较适合三高人群使用啦, 营养丰富, 特别的美味。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啊。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